今天就是打算介紹的就是ZSH跟那個TBOX 反正就是SpaceCommunite的這些Tool我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自己 反正我自己叫了一個Wiki 反正之前做的機率都把它寫上來這樣子 那我把它放大一點 那ZSH反正它也是另外一種Share這樣子 那它本來的活躍度沒有很高 可是後來因為有不知道誰 反正就是去加了一個蠻好用的Framework在它上面 就是以它為Base然後開發一些方便的Tool我跟工具 那讓它譬如說你也可以很方便加Plugin的方式 把它掛在它上面 所以它的使用度就越來越高 因為它強調它是可以互動式 就是類似上次可能有Demo過 就是你下Command的時候如果你按兩次Tab 那它可以直接按上下左右鍵在選取之類的 那這只是基本的 那另外一個是它很方便去加一些Plugin 譬如說常用到例如說Git 或是像DMath它也有它的Plugin 就是很多很多Command它都可以輕輕輕輕把它的Plugin掛上去 那你就可以一樣享用它的那個互動式 互動式的那個一些操作這樣子 然後Tmax就是方便你管理多個視窗 因為有些時候如果你要按Tab點來點去 你可能要滑鼠 那當然有一些譬如說無光圖 或是一些其他的Command i2 你還是可以用譬如說Command 或是Ctrl鍵然後1啊2啊 或是上下左右之類的去幫你去切你的Tab 可是有些時候我可能想要在一個畫面裡 就看到很 譬如說同時看到Log跟Command i那 那沒有這樣子就是沒有像Tmax這樣的Tool 我可能會比較麻煩 你就等於是要一直切來切去 那當然我們現在有雙螢幕 所以你可能可以一個Terminal 就是譬如說放左邊的螢幕 然後另外一個就放右邊 可是有些時候如果你在一個螢幕如果很大 譬如說你的螢幕4HD可以下下很多東西 那你可能你Log可能只有站住那個螢幕的左邊可能有點可惜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你就可以同時管理很多個視窗 方便你去做一些事情這樣子 所以今天的目的帶就比較偏時做面這樣子 那現在就開始介紹ZSH 那其實裝起來很簡單 尤其是五張圖 你只要下 你先update一下 然後就可以直接那個 這個APP installZSH這樣子 那這個裝完之後它基本上ZSH就有 可是通常還很難用 所以通常我們要搭配另外一套叫做OMYZSH 就是這一套 只要你裝這一套之後就很方便 那你只要search它 就打OMYZSH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一直有在更新 而且它好處是你只要裝完一次之後 那你每次要用進到那個ZSH的Share的時候 它會去check它有沒有最新版本 有的話它會提示 然後你只要按按enter 它就會自己幫你更新 所以可以讓你保持你的 就OMYZSH都是最新的這樣子 那它裝法它這裡就會寫一樣 就是你只要複製這一段在你的COVID-LINE 然後接上 它就會自己把你全部裝好 這樣子 那裝好之後呢 就是像我現在 像我現在已經有裝 所以我就可以打 就是預設的你可能是Bash 譬如說 一個是 預設的Bash 你可能 所以我的Bash長這樣子 那你只要打ZSH 就是可以切換到你的ZSH 就是如果你的預設 一開始是Bash 那你需要打個ZSH才切過去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每次很麻煩 那就可以參考 它其實上面 會教你怎麼樣把它 變到你的那個 就是變成你的預設的ShareScript這樣子 那像我這裡也有寫 就是你只要打這樣子就好 就是簡單說 它就是去看ZSH裝在哪裡 然後你是誰 然後CHSH就是ChangeShareScript 這樣就是把你的 預設的ShareScript直接變成ZSH 那你只要改完這個重新登錄 就一切就生效這樣子 所以安裝部分比較簡單 那使用的話 如果你裝好的話 呃 它 在你的家 家目錄 就會 多一個叫點ZHRC 那跟Bash一樣 Bash就是點 BashRC 那ZSH就是點ZHRC ZHRC 然後 裡面就會有很多設定 等一下看這個不準 因為我的MAC 我有裝過 燈 就是 我是叫做點 多買 但是 如果你們是用五方圖裝的話 應該就是點ZHRC 我只是因為我裝外一些東西 所以我把它存在這裡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進來的話 那如果我們進來的話 就會看到 它有很多Theme可以選 那它預設 預設不是這個 這是我改過的 就是它 我們那上面有列書很多Theme可以用 就看你 你可以每個都 選看看 像這裡有Theme 然後 這些全部 只要是什麼什麼Theme的都可以用 像 譬如說你看我的是叫 TJK 所以 反正 有很多啊 你可以 選一個你喜歡的 每個都試一下這樣子 它下面好像有一些預覽圖 比如說 這個 可能就長這樣 之類的 對啊 所以你可以挑一個 一個喜歡 那我自己 都習慣用鋼 這個原因是因為 它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 它的comment line在 隔一行 OK 然後 如果它有今天是一個 Git Project 就像你這個隔一行 它 第一個它會秀完整路徑 所以我知道我現在在哪裡 像 Kent你那個是不是就不會秀 對 你就不曉得我現在到底在哪裡 你每次在PWD也很煩 那 第一個就是它的 完整路徑就秀在這裡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Bridge 然後如果你有改過 它就有一個閃電之類的 就是代表你有改過這樣 所以我的 真正要打的我都在第一行 因為如果它是在同一行的話 它 當你路徑越來越長 就是你可以打的空間就很少 所以它 就我喜歡這個 這個原因 那當然另外一個是它 它會把時間戳記 記在這裡 所以每次下Commet 你就知道 我這什麼時候下了之類的 那你們可以選 你們自己喜歡的Theme這樣 你一直看著Kent的 看著這個 看著這個 看著自己的事情 他每次覺得 想要幫他弄對不對 對對對 我看到Kent 為什麼 你為什麼不弄一下 對 我想說我只是想要看Bridge 所以我就能去管 等一下我 這關掉一下 奇怪 後哩 你不要翻進來 你不要翻進來 就可以做 好 然後再來是Plugin這裡 Plugin就是你看 它預設只有 好像只有Git 那我是加了很多 你看我 我Bower 然後Capsono Gent Git Pro RVN 反正這些就是 你只要裝了之後 你就可以下他的Commet line 就是他就會給你提示這樣 例如說你看像我裝Duck 所以 我就可以 想用他的那個Duck 比如說Duck 一般你他自己想 或是打名字 或是 那個 我就可以 他說Commet在這裡 我可以自己選我要這樣子 然後一樣 第二層還是也 就是 他反正 他會一直 improve 所以說 基本上就會想辦法把 所有的Commet需要用的提示都把它列出來 一些 解釋都在這旁邊 就很方便 這樣 那例如說 Git也是 例如說 X好了 然後又寫了很多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比如說 我們常 常做 譬如說 譬如說 checkout 我都打全面 對 我已經不會打 因為我都是這樣ADIUS 就是 我還是打Commet 就是 因為我這裡沒有 其實我進去一個 Git branch 好了 而且你看他還會 他的提示還會直接幫你切換大小寫 因為我打小寫 他會幫我變大寫 所以 你不用一定要打大寫這樣子 然後 他自然就會去抓 我的branch 我不知道其他會不會 但是有一些 如果你沒有裝 那種AutoComplete的plugging 通常他不會 所以你要 每次都在打全面 你就覺得很煩 可是這個就很快 就是你要切換branch 就是很快 這樣子 那就切過去 這樣 所以就是很方便 因為 反正他就是這個plugging 該支援的都有支援 所以你想譬如說 一樣 你先譬如說 repass repass 反正就是 這些整合都很OK 所以光Git就可以幫大家 省下很多時間 因為 你就不用在你寫comment 然後 尤其是如果你再加上 一些上次說的showcard 的話那 就是一些類似 alias 所說的應該是alias的話 你就可以打很少這樣 那你只要裝完 ZSH之後 預設G 就是Git 所以你就不用打 那你來打Git三個字 然後 學go啊 什麼 什麼 反正就是打很長的字 這樣子 OK 所以這是基本 就是你只要裝起來 然後Theme挑一個 選一個你喜歡的 然後 plugging就看你喜歡 加什麼就加什麼 那要看 要怎麼看 有什麼plugging可以用 它其實 就全部列在這裡 然後它會一直加 然後它會一直加 你看光這裡就超多的 所以這些什麼 你看 什麼 比如說大家有沒有 啊 PHP 沒有啊 沒有啊 剛剛有 難錯 你看 有面前 對 下面 上面 上面 哇 那是Pype sorry 看起來沒有PHP 沒可能PHP 沒有特別什麼comment 比如說 Node 你看Node這裡也有 NPM也有 NVM啊 就是你常見的 可能都有這樣子 Lurable也有 對啊 你這樣打Lurable的comment 就很方便 所以有沒有覺得 它plugging很多很好用 也是因為它建了這個 Framework 所以大家要加 應該就會有人去送它的PR 所以它就把它mrge之後 預設你裝完ZSH 就OMYZSH 它真的就幫 就是這些plugging就ready 只是你要不要把它enable OK 所以 這應該 還 應該還OK吧 就是ZSH還蠻簡單的 就是 大概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因為它完全相容於 Bash 所以 你不用擔心說 你會不會寫一些script 然後 在它上面不能跑 就是它是完全相容 比較沒有問題 另外有一套 有名的 叫做Fish 那Fish其實也很酷 Fish其實也很酷 可是 它就不相容於 那個 Fish Fish 我本來想要網看開場就算了 它不相容 搞不好有些東西 它跑起來就有問題 我就 我就不用它 不然它還蠻酷 它的酷是說 它預設它會 像它這個圖 可能大家看不清楚 就是 它預設就是你打一個s 它就會直接抓你 上一次最後一個commend 然後直接幫你 類似秀提示在後面 所以你可能只要打個 右 它就直接 就是 其實它好處是說 讓你很 很方便知道你上一個指定是什麼 因為 根據統計 或是說一般快取的概念就是 你 現在要下指定 很可能就是你上次 最後一次下指定 就是那個機率蠻高 因為 就是那個命中率還蠻高 按上 它還是可以按上 只是說它預設就會 類似我們一般的autocommend 這樣就是 它就是把commend直接秀在後面 你可能簡單按個右 它就直接 用上一個commend 來讓你執行 我不是要上一個 它就只有保證你 會不會嗎 沒有它不會幫你帶來 它只是提示 你還是可以繼續打 所以你每次打 它就每次出現 你那個keyword的 最後一個指定這樣子 所以就還蠻方便 這樣子 因為它可以預覽你所有的 它等於是直接可以讓你 快速預覽你整個commend 所以你可以知道 所以這個是你要 我不要 不過因為它缺點就是 不相容於 那個 bash 所以 它的使用度還是沒有 ZSH大概的高 這樣子 所以到這應該ok吧 那你如果要進階 再來比較進階 大概就是說 你想要怎麼改它的scene 因為它有一些 比較酷的scene 就像這個 有些人可能看到 反正就是會用箭頭 這些比較酷 要額外裝一些字型 什麼之類 才可以看到比較酷的東西 但應該不需要 就是基本的 可以用就好 這樣 所以 沒有發自會 會叫 沒有 所以ZSH大概是這樣 大家應該 沒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就你們可以試著回去撞一下 如果你們只要適用 你們就不一定要跑 我剛剛說的就是 你只要不要加入這一段 它就不會變成你預設的穴 那你想要試的時候 你就可以打ZSH 然後就切過去玩一下之類 這樣就不會影響到你現在 如果你還是習慣Bash 那你想玩看看ZSH 你就把它裝起來 然後想玩的時候 就切過去玩一下這樣子 相信你應該如果有試玩 應該很快就會愛上它 對 所以 再來是這樣 那再來比較進階 就是反正其實就是它的設定檔 它預設因為已經把你弄好一個框架 所以 反正你要去擴充 就是都去編輯你的 剛剛那個 ZSH RC 那對我來說就是 點 點 那個 這個 我買 ZSHRC 這樣子 對啊 就是 這外面 就是 就跟一般BashRC一樣 你自己去擴充你自己的東西 好 ZSH大概就 這樣子 那 看一下有沒有特異區要講 應該 沒有 好 那再來我們就講那個T-Mark 好了 剛剛講過T-Mark T-Mark 我看一下我這裡應該也有 在這裡 好 下次 給你講 那 T-Mark 就剛剛說它是一個管理視窗的工具 然後 安裝也很簡單 反正 武方圖 裝的東西很容易 就是一樣 對APD install T-Mark 這樣子 那它就有 然後 裝起來之後 我先講基本的指定好了 就是 它的概念就是 因為它怕跟原本的系統指定充 所以它會有一個概念叫prefix 就是你一定要先按某個command之後 再下它真正的command 才 才會生效 所以它 預設的prefix 就是 Ctrl-B 這樣 所以我都要先按Ctrl-B 然後再 再 做你要做的事情 OK 例如說 這個我剛剛忘記切掉 先 因為我改過快速鍵 所以我現在先把我快速鍵設定拳拿掉 然後用綠色 這樣 它那個設定檔 等一下會介紹一下 我要先把我所有的那個 就是所有正在跑的D-Mark先砍掉 就是D-Mark Kill 這樣子 那 叫我換一下名字 像我因為我把設定檔改掉 所以它應該就抓不到這個設定 所以應該就會變成綠色的設定 那 預設第一個一定就是直接下D-Mark就好 什麼都不會你就下D-Mark就好 然後 它其實一開始根本沒什麼兩樣 可是你可以發現說下面多一排 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就是 你現在有幾個Section 然後 你現在Section的編號是 它概念就是它有Section跟Windows 所以你可以有好幾個Section 譬如說 舉例像我常見 譬如說 我現在講述同時開發A專案跟B專案好 那我可以有一個A的Section 然後另一個是B的Section 然後A的Section 我可能就是都是 譬如說我都是四分格 所以我可能 有一個就是 譬如說我就是故意 固定Tail 譬如說阿哈記的Log好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comment line隨時 我下 我想要下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譬如說 假設我寫一個 Unitex 那我另外一個Windows就是 固定 譬如說每三秒 我就讓它跑一下 PHP 之類的 所以你至少同一畫面 你可以同時看到Log 可以看到PHP Unit的 那個它的結果 還有你可以下 command line 這樣子 所以我可能切到那邊 我就很快看到這些東西 那另外一個也是一樣 就是也是同樣東西 這樣子 所以很方便 因為我在不同的sexy切換 就看到不同的狀案 的內容 這樣子 那 現在是第一個 就是 開起來 根本沒兩樣 然後 剛剛說第一個 比較常用的是 我要 架式窗 那架式窗 就是這兩個 一個就是我要分水平 百分比就是 垂直的 然後 分 雙引號就是 水平 什麼意思呢 我試一次 你看我等下按Ctrl B加百分比 Ctrl B 百分比 它就幫我切一個左右 這樣子 那 它也還算好記的 就是 一般想說 百分比這個符號就是 一個垂直 然後兩個圈圈 所以就是 垂直兩個圈圈 這樣子 就是水平 這樣 OK 就它叫垂直分割 反正就是把它切成左右兩個 這樣子 然後 這一個 算以後就是上下 這個就比較難記 就是 記這樣 有沒有 這樣基本的視窗就 就OK 就我可能 就還是這樣 那 現在還沒有Enable 滑鼠 所以我無法直接用滑鼠 就只能用 它 去切字窗 那 所以 剛剛講完 第一個 這兩個是 一定要記的 如果你沒有 沒有改快速鍵 那就是記它的原本 就是這兩個 記一下這樣子 再來 再就是我可能要切換 所以下一個你可能會比較需要用到就是 你要切換視窗 那要切換視窗 那要切換視窗就是 嗯 這有沒有寫 你現在看畫面這個是一個Window 那 它裡面每一個小塊叫一個Pen P-A-N-E 就是代表說 以這個例子就是我這個Window裡面有三個Pen這樣子 OK 然後 然後 嗯 好吧 我可能忘了寫 另外一個 簡單就是 你要切換就是Ctrl-B 然後按你的方向 譬如說我現在要往上 就Ctrl-B按上 這樣 按上去 然後再Ctrl-B 一下 就是 概念就是 Ctrl-B 然後上下手 然後去切你的優標 到某一個Pen上面這樣子 這樣 到這應該還OK 因為有一些要記 所以 但這是基本 就是你要用的話 會 會比較常用到 快速鍵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介紹了百分比分號還有 移動上下左右這樣子 然後 其實光這樣子帶就已經可以 輔助你 常做的很多事情這樣子 因為就是看你希望怎麼分割你的視窗 OK 那 再來 呃 這些我先不講 因為這些其實你只要打 Ctrl-B問號 它就可以列出所有的指令 然後你就一個一個 如果你忘記就回來查一下 就可以 呃 去改了這樣子 就是 你就是 可以方便你去查那個 指令 然後 還有一個 比較常用的 這裡可能沒寫 就是 有些時候 譬如說 我就覺得這個太小 我想要臨時把它變大 那就是 Ctrl-B Z 就把它變大 所以 可能我想要看LOG 一樣啊 就是Ctrl-B Z 你就回來 這些 這個也蠻好 蛤 什麼 欸 你就只能 變回來 然後再 在Ctrl-B 下 這樣子 對 OK 這也蠻好用的 那 它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 你譬如說 有些時候要扣LOG 好了 它現在這樣扣會扣一整盤 譬如說 我可能只是想要扣這一個 那 可是如果我什麼都沒做 我這樣的話 你看它是整盤都選 這是它的小缺點 那如果你真的要的話 要去學它的那個 反正就是 你要去記它一個指令 去方便選取 這是 缺點 但是還有 有一個方式可以 呃 補齊這個缺點 就是你只要 按Ctrl-Z 先讓它變全螢幕 然後複製完 再 再變回來這樣就好 這是一個小技巧 對 你就 就暫時不用去用它 那個 就是 記它另外一個東西 那 還有一個啦 就是 呃 有一種 譬如說你要看log 好了 像 我隨便 這 密打很長 譬如說我們可能現在看log 可是 你如果捲的話 它捲的歷史 就是 你直接用滑鼠捲的話 它無法直接往上看 這也是它的一個小缺點 就是說 雖然你可以看到我往上滾的東西 那個是 那個是我在下T-Max 這個指令之前 的歷史 而不是我剛剛 因為你看 我剛剛這邊是下Ls 可是我剛剛 如果我一上去的話 它 它沒有 就是它沒有一條這樣一直往上 而是整塊 就代表說這個不是 那是因為你有裝 我幫你弄一些東西 OK 那 要解這個問題 就 呃 嗯 它有一個應該就叫Select 它這個跟VI一樣 你可以直接按 就是 斜線然後就可以Search 所以譬如說 Select 忘記 因為我改了 改靠這件之後 我忘記它原本指令 反正就是有一個 指令可以 看一下 什麼 如果你Ctrl B加空格 它會切換它 各式各樣預設Layout 所以 對對對 反正你如果要快速 用它預設Layout 你就有Ctrl B空白 Ctrl B空白 這樣子 我等一下查到 再跟你們講說 怎麼樣 呃 叫出一個可以選取 就是 它有一個叫做選取More 然後你在選取More 你就可以 你的那時候的移動上下左右 它就是這個游標 然後就只會在這一個Pan裡面去移動 所以就可以一直往上去看過去的歷史 OK 那 反正用它一開始會比較痛苦 就是你要稍微記一些快速接 那我覺得 漸進的方式是你先記最常用 然後慢慢的再去補充 就是 譬如說一個禮拜你就多記一個這樣久了之後 自然就會用得很習慣 因為如果你有在用它的話 那些常用值應該慢慢的就會越來越熟 這樣 就是忘記了查一下就好 那 基本的是這樣子 那 再來就是要介紹它的設定 OK 那這只是一個範例 就是 呃 例如說 我希望可以 直接用滑鼠 捲軸 那個滾輪上下就幫我滾的話 我只要 把那個 Mode的Mouse on就好 然後 反正這些通常我都會一起射啦 射完之後就可以直接譬如說 像 最後 我如果 先把它Kill掉 喔 Sorry 我再解釋一下 剛剛忘記先解釋它的原理 它的 有點跳動 就是直接先教大家怎麼用 那現在 回來 講它的原理 它原理就是 client server 就是說 呃 就是 我現在這個其實只是一個client 那 當你下了tmux這個指令之後 它其實就會拋棄一個server 就在你的local拋棄一個server 那 它只是 又開一個client去連這個server 這樣子 所以今天如果說 我 呃 像 譬如說我想要 離開這個tmux 我暫時就別的事情 我可以直接先把這個session 先detach掉 因為它的 概念就是 我可能要attach 一個server的一個session 那我就可以 看這個session裡面的內容 那我detach 就是我要detach 這個session 這樣子 所以例如說 我現在detach就是 Ctrl B 然後D 就是detach這樣 這樣我就回到 我下dmux前的狀態 所以你看 這時候 滾輪就ok 就是正常這樣子 那 那 如果我要看 我現在有哪一些 呃 哦 這個也忘記 因為我比較少 少下這個指令 就是譬如說 我現在想要回去 那一個 tmux的 剛剛那個session 我就要下 tmux 就是append 就是我再把它append 回去這樣子 那你 什麼都沒打的話 它預設就是你上一次的 那一個 就回來 所以 這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上次有提到說 假設你今天 在session上 你裝了tmux 建議就是 你上去之後 就是 先打貼 tmux進去 因為這樣子有climax server 萬一你今天 因為公司網路不好 萬一你可能下一個指令 譬如說舉例 假設你真的要 原端更新OS 那 原端更新OS 如果你斷線 那可能 就不好 就慘了 因為 它的comment 反正就是會有問題 就對了 所以 建議你就是先下tmux 然後再做你要做的指令 任何時候斷線 你再回來 你只要再下tmux 碰個A 就可以回到原本的狀態 這樣子 就方便你在server上關 這是第一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是說 你還可以透過它去幫你做 配合口閨密 尤其是 例如說舉例 現在發生 上次 我就有跟Kumi 做過這樣子 也就是說 比如說現在是server 出了問題 那我上去fix 可是我也希望把我fix 這個過程中 讓他也可以看到我 都怎麼解問題之類的 那我就請他 也一樣連到 那台server 然後他一樣下tmux 就是空格A 他就可以看到我 他就因為他 就會append那個session 然後他就可以看到我在幹嘛 這樣子 對 就是你兩邊可以同時下command 這樣子 當然他無法 同時編輯 就是你無法說 上面的paint給他編輯 下面的給我 就是他同時只能有一個 可是至少光這樣子 已經可以互相編輯 譬如說 假設我弄一半 然後就跟他說 欸我要上廁所 剩下先給你用一下 他就馬上就這樣 在他試一下 就是他就可以 就可以一起做事 關手機 對 那所以我先示範一下 我剛說 就是我可以同時編 例如說 我一樣在tmux 可以 他回來了 然後 我再開另外一個 村民樓 in window in window 好 這時候 我一直聽到 你會看到 為什麼畫面會怪怪 因為 當 有多個連線 應該說有多個連線 同時attach 到某個session的時候 因為他會要同步畫面 所以他會 以解析度最小那個 來 來當 基本的視創 就對了 所以 為什麼他這邊變這麼小 因為我這個比較小 所以 你看到其他畫面 就沒用 可是這好處就是 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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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你看我這裡打LS 你會看到 我下面 在這裡面打LS 它是同步的 同樣的 我如果 把他切過來 對 那一樣 在這裡打 反正他就同步的對 所以你在任何一個地方打都OK 所以他不只兩個 N個人同時進來都OK 這樣子 這是他可愛 另外一個帶來的一個好處 所以有些人 如果他真的是用Vin 那他更好 他可以真的直接用tmars 直接去做配合規面 因為Vin 全部都是 就是都在Service 那個 Code 所以你在改Code 對方就可以看到 那不用跑到你旁邊去看你 而且 反正他的頻寬量很小 因為他的變化就是文字 而不像 你如果一般要配Programming 你可能要 共享桌面 那那個頻寬就很大 對啊 這是額外一提 就是說 你把它應用在時候 這樣就是第一個 可以幫助你 避免斷線造成一些困擾 然後第二個是 當你要處理一些事情的時候 可以大家一起 一起看 這樣子 OK 那 那 所以我把它detage掉 再回來 因為這時候同時只有一個連線 所以他四床就變回來了 那 我再把它key掉 你看看他剛剛key有很多 就是你可以key有pain 你可以key有server 這樣子 那我要peer整個server 這樣 那我要peer整個server 這時候dmos就沒有 這時候如果打 append 他就沒有東西 因為他說沒有 沒有session可以 讓你的pain 這樣子 那這時候我要把它改回 我剛剛 原本的設定 那設定 設定 就是在家母裡面 你只要建一個 叫點tmots config 就是點cumf 那 這時候我在打tmots 他就可以 直接套用我的設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將來什麼設定 我將來什麼設定 這些都還好 這些都還好 剛剛說 因為我把那個mots打開 所以 現在如果 我一樣在下tmots的話 那我就可以直接滑鼠 直接點 他就把我切換 這樣就不用記那麼多 所以你只要啟用這個設定 你就不用 你就可以 不用去記剛剛說 上面上下左右 這樣子 你就可以直接用滑鼠 來切換你的pain 這樣子 所以這一點就省很多 然後另外一個你也很方便 去拖拉四窗大小 比如說 我想要把 這個大一點 你就可以直接拖著 拖著這個 反正就決定你的pain的大小 這樣子 所以 反正設定上是這樣子 然後再看一下 所以我也沒有加太多 就是 唯一一個 我有改變就是 我把command B 這個previx 換成A 忘記在哪裡 在這裡 就是 就是我把原本的control 這個 是他的他的語法 就是我把他的control B 把它拔掉 就是把它換掉 換成control A 因為 A比較近 那再加上 像我把我的 我有改我的那個 caps lock 就是切換大小寫那個鍵 我把它變成control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 兩個黏在一起 就直接 caps lock A 就是control A 這樣子 所以我就可以 畫面這樣子 就是很快 雖然你看不到在幹嘛 但是 就是我不用 因為你control B 就是要按到control跟B 就很遠 所以 很多人 有些人都會推薦說 你可以 在command 9的時候 把你的caps lock 改成control 這樣你的手指 會比較不會很累 因為就很近 因為你就是 就是按住 然後剛好 如果天馬的石油很近 就是 反正就是直接 連去兩個 連接 就是鄰居的鍵 就直接按下去就可以control 沒有 所以我趕快把A 所以我就這樣 其實就很像cap lock A 然後Z 或是cap lock A 上下左右就比較快 這樣子 那這簡直 因為改了之後 基本上 可能你整個系統的cap lock 就是會是 就會是A 就是會變成control 這樣子 那有一些比較強的 可以設定說 只有在command 9的時候 才這樣 它這個才生效 然後其他地方 你還是跟原本一樣 就是按了就變大消息 這樣 那這是看個人 對啊 我是試用之後覺得還不錯 我就 就一直 每一個系統都會改一下 這樣子 所以 設定部分大概是這樣子 那 這部分 大家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因為 比較偏 實作 而且是 你沒用過 你可能會覺得很 很複雜 那你試用一下 它 就是 可以慢慢感受到它的好 這樣子 好 那 再來就是 你如果知道 提馬斯它可以帶來的好處之後 接下來可能想說 我每次做 我每次做重拍機 我每次都要重設這些東西 是不是很煩 譬如說 我可能固定我這個 project 我就喜歡四分的歌 那 我重開機之後 我還是要進來設 又或是說 假設你今天是連到 server 好了 那 我可能也每次要做這些動作 就覺得很煩 那 這時候就有另外一個工具 可以方便你 再管理 提馬斯的 這些視窗 這樣子 有點類似 有點類似 搭客compose的概念就是 我原本一個搭客 如果我要自己去設很多搭客 去 去互相交互作用的話 我就很麻煩 我都下一堆指令 那 有搭客compose之後 我就把這些 設定我把它設在 那個 一個設定檔上面 然後它只要啟動 就可以幫我 讀取這些設定去 跑我要的指令這樣子 那 那個 tool 我就叫做 叫做tmaxinator 然後 這是它的官網 它是Base在Ruby 的一個 tool 其實就是tmax的一個 延伸的一個小工具這樣子 那 它的本身核心當然是tmax 它只是在它上面 就是 讓你方便管理這樣子 所以 因為它是Ruby的 tool 所以你要先有Ruby 就是 至少裝一下Ruby 然後 你有裝Ruby之後 就可以下 gen install某一個東西 那 裝好Ruby之後 你只要下 gen install tmaxinator就OK 裝完之後 你需要再額外設定一下 它預設的edit 譬如說 lin還是什麼 就是 你把它寫在你的 share screen 如果是zsh 就是zshrc 就看你 那當你只要有 設定edit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 呃 管理你的 那個tmax的setion這樣 例如說 舉個例好了 因為我已經裝完了 然後 它裝完之後 它會在你家幕裡面多一個叫 emachinator的一個指令 就是一個資料夾 那這些是我有設定的資料夾 例如說 呃 我就可以打 它的縮寫是叫mach 不用打t這樣 就mach 然後 譬如說我要啟動一個 那個 我的 啟動一個裝完叫 我就start 然後 nonesteam 它就會讀取我的設定 譬如說我就是要四個裝完 然後接下來我要做的是 就是把它 把四分刻 然後就可以開始做我自己 當然 我現在都沒有跑我預測的 想要指令 例如說 假設我現在希望 一進來剛說的 假設我一個私窗 我要給它 呃 秀一下那個log 然後 這個我要跑ph1 那我只要 去編輯它 那編輯的話就是 mach open 我原本的一個設定 這個就是那個Ruby的一個檔案格式 叫做yaml 就是yaml格式 這應該 有些tool我都會用這個 它就類似sml一樣 反正就是一個 一個file 一個formate 這樣子 那 我就會改最下面這裡 就是你pane 那因為我什麼都沒加 所以它預設就是 空的community 這樣子 那 root就是你這些 這些視窗 應該說這些pane 它 預設的 根目錄這樣子 然後 如果我今天要 譬如說 呃 我這就要 秀某一個log 我就tale 剪 tale 不知道用什麼 看一下 看我什麼地方log com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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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 沒有沒有沒有 嗯 嗯 因為想說露音才不會影響到 不然他想像的 那錄音這個會一直叫叫叫叫叫叫叫 這樣 就是說這個我就要固定看附電 就是 finest 那個可能 當成 seria mi 我預設要編輯 那個就下了 comment 那這個可能你剛說P就一定是什麼 那我用 watch 來代替它 譬如說我就是 watch 一個指令 watch 是一個它可以預設每秒就跑一次你後面那個指令 所以我這個預設是兩秒 所以它每兩秒會跑一次 ls-l 這樣子 那假設這樣好了 就存檔 然後我一樣先 kill 掉 就可以打 max stop 那它有一個就是幫我去跑 反正這個是打錯資料 不過有的話它就幫我跑這支音 然後這個也是把它四分割一下 所以可以看到它這個就會幫我 watch 然後這個如果我有 tail 剛路徑是對的話 它這裡就會直接 show log 那我就可以在這邊隨時打我的指令去做我事情這樣 所以你就很方便一個視窗可以同時看到好幾個 pain 這樣子 那所以我從頭來介紹這個 tool 如果就其實也只有幾個簡單的指令 就是譬如說我現在一樣離開好了 那它的指令第一個我要create一個新的我要怎麼樣 就是它叫 max create 然後就是你的名字 譬如說我叫做 sb 我只有第一次需要 等一下我看一下 等一下我看一下 哦 new 所以 就 new sb 它就產生一個全新的檔案 那它預設就會被存在 t machinator 下面的 sb 1.1 然後這假設不用改 那 這就是你自己專案的目錄 所以假設我是加目錄 然後 它會給一個預設 但是它這個因為是 for ruby 所以它預設出來的這個模板就是 for ruby 那你只要把它拿掉就好 那我們看一下 像這個 像這個就是它其實就是讓你產三個 window 就是有一個叫 edit 一個叫 sorry 一個叫 log 所以 呃 就是 就是它的 window 比較多 那我剛剛的例子是我只有一個 window 可是我有好幾個 pain 這樣子 那就看你 因為如果你要切 window 你還要再去記 切 window 的快速鍵 所以我建議一開始 第一 一開始用的時候 然後 就是一個 window 就好 然後 Layout 也可以換 那譬如說對我來說 我們就是預設就這樣就好 假設 你如果要再多一個 就是再多一個 dash 就多一個 pain 這樣子 所以假設 假設這個我只要兩個分割就好 那我就 一檔 一樣 loss spar 這幫我開量這樣子 ok 所以反正它就是你設定之後你要用它就是 start 你的那個 project 它就可以採用它的設定這樣子 這樣應該還ok嗎 酷米應該聽了N次 應該要叫你來報告才對 瞬間取義 好 那我們再快速回顧一下剛剛講的應該差不多 就第一個 有講到 ZSH 那ZSH 就是可以 方便你 就是 跟 就是 互動式的 command line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只要再加上 我買ZSH 這個 framework 之後 你就可以 方便的去 加 plug-in 或是 套用某個 theme 這樣子 那 光這樣就已經很好用 因為它 剛剛我們看到有很多 plug-in 可以 可以選嘛 所以你自己的 常用的 tool 應該理論上都會在那個 list 裡面 所以 就把你要 support 的 tool 把它加進去就好 然後 ZSH 然後再來就是 Tmux Tmux就是管理 Windows 的一個工具 然後它是 connect server 架構 然後 它的概念 從 Session 到 Windows 到 Pen 這樣子 當然最外面還有一個 server 那 server 通常 只會有一個 所以 server 就跳過 所以 Session Windows Pen 然後 你只要加上它的設定就是 tmux.conf 加完 至少應該要加上這個 加完 Mouse on的設定之後 就很方便 Toco滑鼠去切換Pen 然後 或是說去 resize Pen 這樣子 Toco滑鼠的Pen 應該是這個 就是 select pan on 然後這個是可以 resize 所以 剩下 然後再來就是 Tmux generator 就是 就是一個設定 讓你方便管理你的 Session 的 或是 Project的設定 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 把你每一個 Project 你喜歡的設定都 設在 就是 加到一個設定檔裡面 然後就可以快速啟動 那一個 Project 這樣子 所以像說 如果你是用 Dark 的話 你可以設定說 比如說我切成某些事情 然後我進到不同的卡片 對 也可以 對 所以你就不用 每次都要下 Dark 你就覺得很煩 就是 很多 或是你 你如果只有一個卡片 你就要進去 就是 Dark 然後 Bash 進去 然後再離開 然後再進去別的 不然你就要開好幾個 Tab 這樣很麻煩 可是如果 你同一個專案 我畫面切八個 八個序 怎麼樣 就是同一個專案 可以在同一個市場 是最好 螢幕大就是冷靜 對 大概是這樣 那大家還 猜有沒有其他的議論 就沒有的話 我是蠻推薦可以試用看看 我還蠻推薦九宮格 還不錯 九宮格太多了吧 每一個都會想不想 哈哈 我畫同事也 九台Serve 對啊 然後 最後一個 給大家看 因為我 我套用不同的東西 所以 我是比較軒一點 上次可能有介紹 問題是要先用邦克 對 沒錯 這一切都是為了邦克 推薦 對啊 你可以先裝在Serve上面 至少捨個 你可以先用 老末 那個Serve上面跟DV 可是你現在沒有在用 你也不會上Serve上面去用 是不是 我摸 可是你平常沒有在用 你上Serve上面不會可以用 對 所以還是搶到 最好你平常就會用 對啊 可是Serve上面是有ZSH 對啊 我通常都有裝 因為 反正我不要把它變成 預設的Serve Script 就好 我就是進去 你習慣用Bash的人還是用Bash沒差 那我要用 我就直接ZSH 就切到DSH 這樣子 那我的DSH 是 所以說我的T Marks 是 等一下 為什麼不見 反正 反正我播音樂 我還可以知道我現在的歌是什麼 就是 欸 為什麼沒有 忘記 我是D Marks還是 是記得這一曲 欸 可是為什麼是畫面的關係嗎 反正這不重要 就是說 我去套用某一個Sing 然後他 他下面就會秀說 我現在的播歌是什麼 這樣子 就比較可愛一點 這個才是認識 哈哈哈哈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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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反正就是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試用它 然後 其實我就在推廣 先裝無方 無方 有權就用Mac 沒權就用無方 沒有啊 Mac也要可以裝啊 你看我這台Mac還是可以裝D Marks 就是 只要是 有 Bash 反正就是ShareScript的系統都可以 有啊 然後我也是用 我Mac也是用 Mac都有啊 對啊 就是Window不行 所以 對就是有錢就用Mac 沒錢就無方苦 呵呵 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裡了 好 謝謝 等一下就要展現一下螢幕大家都認清這件事情 而且螢幕都差不多 沒有特別大啊 你幹嘛 我一直到現在卷風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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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